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过两天要去武汉去看一个中国好生意的总决赛 所以呢最近武汉空的比较严格 然后我现在要去荷木加做一个核酸检测 然后像安迪在陪着我 今天解释的是邋遢至极力天 一点钟都没有话 他这个儿童口罩真的很 蛮适合我的 但我感觉没有上海买的那个石头 上海那个比这个要再快一点点 今天北京的天气雾霾超级大 整个天空都是灰色的 大家猜的我 刚刚登记完现在要检查了 我今天穿的有点像小孕妇 所以刚刚走进妇产课 完全没有人问我来干嘛 对 没错 完事了 OK 没问题 那我宰查呢 邮件 邮件 好 谢谢 坚强的我已经习惯了查核酸 hello everybody 我现在到了武汉 刚到机场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来武汉 准备来看中国好生意的决赛 yeah 然后今天天气有一点点阴 感觉像到了重庆一样的感觉 一会儿见 等曹臣的路上吃了星巴克 然后我因为有点饿 飞机还没吃东西披着在学校 点了一个瑞士卷 叮叮 这个是我和曹臣妈妈的抹茶清明乐 因为曾曾和豪臣的冰美食 让整齐 又电到我的小曹了呢 不客气 现在跟肥胖的曹臣准备去酒店了 来吧 让我们打开美团外卖 下一句啥来着 让我们看看全市最好吃的小龙虾在哪里吧 我们本来是要出去跟曹臣和曹臣妈妈吃 但是我跟曾曾突然懒 所以我想点个外卖小龙虾 台练的朋友们 你们想吃小龙虾吗 累了吧 你们唱累了吧 唱一下午了 其实出来放个风还挺好的 因为下周回去要录歌了呢 还要拍 拍封面 yes 所以最近就是我的最后的 短期的最后的free time 对的吗 就点小龙虾吧 咱们吃个你死我活 我想问曹臣你懒得收拾吗 我说我怎么有点懒得收拾 一起点外卖吧朋友 真的 我们开一场在酒店里的小龙虾party 这飞机坐的大家好像都疯了 我们点的小龙虾大了 这边是油焖小龙虾 还有一些烧烤 哇耐雪的茶 小龙虾看着oh my god 好香啊 因为豆豉的味道 这个样子也不错 这个样子也不错 这麻辣的 雪的残 珊妮这我给你点 谢谢 黄瓜大户 我不想上这块组 一边说着不想上一边自己在说话 不想上一边吃了 嗨 现在我跟小曹刚刚吃了个晚饭 吃了巨多小龙虾 然后准备去找夏侯待一会儿 好久不见夏侯狼 耶我编了两个小辫子 我没洗头 我懒得洗头了 先来点一下明天的早餐 因为今天水太过了 早安真的是太宽了 我妆又宽 感觉来武汉都没有怎么录 全程都在睡觉 今天 今天早上点的room service 因为实在是懒得出门了 这个地方离城区稍微有点远 本来想去汉口啊 那边走一走 但是可能五点要去检查那个装法 昨天凌晨两点去 检查那个服装我整个人都不好 他们节目组实在是太辛苦了 那你的面 这是我的面 牛肉 番茄 酱 通鲜粉 没有冰淇淋 我们一会儿可以找个小超市看有没有冰锅 我特别想吃冰淇淋最近 我在家里买了三十根 在冰箱里 我妈都觉得我脑子有问题了 还可以淡淡的 先早早敷个面膜 这个特别适合用来舒缓 然后最近的脸特别容易敏感 而且又一直在换地方 这个面膜就变成了最佳伙伴 要是特别不刺激 然后闻起来就是无公害的感觉 最享受的时刻 莫过于在酒店喝着一杯咖啡 烤花手机 我先化完妆了 给你们来分享一下一些毛衣 还有两件大衣 今天是清淡的妆容 而且我发现我现在这个防晒霜 就是POLA这个 跟我好多粉底液都容易搓泥 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 不知道最近抽了什么风 这是一些毛衣门 我应该之前都穿过了 在这里再重新分享给你们一遍 好 搭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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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衣服就是一个超级舒服的 感觉可以搭一个 纯色的毛半裙这样来穿 然后还有大家经常问我马术什么的 PETIT STUDIO 我全部都穿的是XS 就是XS最小的那个好吗 这个之前也穿过了 这个和这个是同款 我觉得两个颜色都挺好看的 所以就都要了 这个是我之前搭配了一个皮衣和一个半裙 感觉还挺好看的 嗯 下面是这样的有一个小小的坨色 这两个颜色会中和一点它这个特别酷的这个效果 然后就需要带一个项链什么的 他们家的毛衣都特别舒服 完全不会就是有线头什么的 细节都做得特别好 这个也是紫色的 格子的 这种衣服穿一个白色的牛仔裤粗脱一点 走会就好看 这个衣服是XS 它这个袖子就正好 完全刚刚好 如果喜欢大一点的话可以买大一点 下面呢就是好看的大衣了 这件是一件还没有穿过的 吊牌还没有摘 看得清吗 这个袋衣就是那种暖色的 然后里面可能就是穿这种白色的 就挺好看的 这件蓝色的是我妈妈最喜欢的 我妈已经要把它切走了 它这个是只有一个口袋 还我妈妈特别喜欢这一件 因为会稍微正式一点 但是又比较俏皮 因为它有一些这种颜色的拼接 OK分享完毕 为什么特意把它们带来武汉来分享呢 是因为最近美国在黑舞嘛 然后黑舞的时候Patee Studio是全场七折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日期是从今天 就是视频发布的这一天开始 一直到12月1号 所以其实时间还蛮长的 大家可以多看看 它是全场七折实体店和线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在纽约的话 也可以去实体店看看 就是可以试一下这些衣服 OK 我要换上我今天的家属的衣服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 呃 现场的直播的一个决赛的录制吧 酷 希望玩得开心 然后希望宋云宁能好好表现 准备好了 今日outfit 呃 去会场的准备 现在其实在5点钟 但现在好像据说已经要过去 我感觉我今天会有点冷 我本来以为我还会很热 但其实还挺凉的 但是这身衣服昨天也确认过了 所以我还是必须要穿它 但是珍珍有帮我戴一个大衣 所以这样的话不会太冷 我好饿呀 刚刚才点了三分之在走 我最后时间来不及了 我现在整个人都在饥饿的边缘 非常的饿 这边去好吧 人家属家属 要准备出发去会场了 送给您冲呀 曹操 曹操 这个露天的场地还有点小冷 已经有人进来了耶 五位对吧 做一二 我们到喽 送给您的灯袍 哈哈哈哈 来门冲啊 好 这样 短信发送到106909454333 大家也给他们掌声热情一点 来今天晚上 你看我们的学员 881 我希望好声音就这么好 这么干净 这么专业 这拼我的命而做一个优秀的人 发觉有光就有暗 要明白这就是常态 可不怕因为因此永远站不起来 最后的卫生回头忘年 你是怎样的 孤独 我们现在出来了 我们看完宋雨宁唱歌就出来了 真的太冷了 不只是我一个人冷 她今天穿的 也非常的冷 恭喜宋雨宁成为了中国好声音的地方 第五名 真的太冷了 我嘴唇都纸了感觉里面 乔春还在里面看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这个是 牛肉的吗? 对 都是牛肉的 热干面 热干细粉 热干宽粉 Oh my god 我们一下尝到了武汉的三中特产 终于到了热干面环境 芯跟宽粉 嗯 好好吃啊 第二锅 芋圆鲜桑 两个烤玉米 还要一壶小龙虾 一盆小龙虾 我想我自己吃了一盆 她帮我们点的乌鸡汤和土鸡汤 哪哪身子 Morning 今天是一个阴雨天 唉 我们要订到机票 然后选关注 忘记把我们订了 So 二干了 走高铁回去 今天有穿搭 巨处服的 因为我穿皱了的 裤子 小绿袜 这边上的韩国活动 Andar 的袜子 他这一套 看着这很舒服的白色 就很爽 看起来 为什么着急回去呢 是因为 真的真的有一个视频要录 没有办法 必须要回去 而且本来想说 用白天的光 但是可能多时间多 是什么 在家里打光 那一切的计划 都是按照原来那个航班 今天没办法 盖了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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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哦 看见了 武汉真的太冷了 冷到 感觉比昨天更冷 我昨天在会场坐了两个多小时 三个小时 我觉得心太崩了 我们到检票口了 太饿了 准备这边一边买点吃的 小面包什么的 Yay 我买了这个面包 本来是不想买的 但它这写的是黄金唱片面包 这看起来really really cool 看起来很酷 看起来很酷 这一咖啡是 这样的 拜拜武汉 我们历经兼细网库 终于坐上了惠贝京的高铁 这两天都没怎么睡好 昨天一直敲订 机票和高铁的事到凌晨三点钟 然后今天八点多就起了 然后我惊奇的发现高铁的这个 餐食是看赶不赶得上饭点 比如说今天我们是十二点多的火车 正好在赶上饭点 所以它就会给人拿吃的 有点搞笑 北京见 北京见 这个辣椒油看着非常有食欲 是泡面吗 这个是什么 一些小零食 电脑箱的充电 一会儿准备开始节视频 哈喽 谢谢弟弟来接我了 谢谢公族人弟弟来接我们 你又在发抖了吗 你送我的时候不是也在发抖吗 what 拜拜 感谢您的mai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